8岁童星白润音凭空想除前世父母!影评胜赞超逼真! 白润音在片中表现惊人! 土海鹏! 二千零一十八万零三百零一! 首度主演电影《上岸的鱼》的八岁童星白润音,在片中除了跟戏中父母、郑元硕,曾配于有精彩互动之外,还有寻找前世的剧情,他必须凭空想象出一对前世的父母,演出不禁说服观众,更博的文化。 温哥华影评人大力赞赏,私下打听他是否真有前世经验。 白润音在片中饰演五岁小孩义安,却因为拥有前世记忆,竟要求父母带他去找以前的爸妈,甚至还离家出走,让父母担心不已。 特别的是,他的前世记忆,一度险些造成父母亲的婚姻危机,却在最后,意外拯救了整个家庭的困境。 该片远赴台东海边拍摄,片中提及的日文地名Tramer,釜山,似乎就是现今台东山源的古地名,创起台湾长达70年的前世与今生。 白润音在片中表现惊人,土海鹏,200118万0301。 即使白润音在片中的演出,与他本身活泼可爱的个性截然不同,尤其他与郑仁硕,曾配与的多场对手戏,丝毫不怯场,让人看到竖起大拇指。 有趣的是,白润音演出电影时年纪才七岁,其实还不懂前世今生的意思。 赖国安导演于是要他凭空想象出另一对父母,一样会带他上学,过生日,才顺利让白润音抓到演出精髓很快入戏。 而片中饰演他父母的证人朔吉曾配与,更将他视如己出,戏外三人常常玩成一片,调皮的白润音甚至在电影《杀星》时跟导演说,谢谢你帮我找到更多爸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